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系统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 日本明治维新与新帝国主义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北安国中李怡珍老师 我们这次讨论的内容大纲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黑船事件 第二个是明治维新 第三个是帝国主义 黑船事件是什么呢? 请看左边的地图,看得出来吗? 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日本 有四个大岛跟许多的小岛 所以它是四面黄海的 所以它的航海事业非常的发达 有利于对于其他地区的一个交流 那就于日本本身 他们是非常擅长于学习外来的文化 举例,七元前两世纪 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文明 而在七世纪中叶的时候 有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 也就是学习唐朝的文化 所以日本的茶道与花道都跟唐朝有很大的关系哦 而左边这个是什么呢? 看得出来它是什么花吗? 哦,你答对了 这是一个菊花文章 这是天皇的皇室的象征 就日本而言 天皇是他们政治的领袖 不过呢 九世纪以后 大权旁落 各地封建割据 所以在十二世纪以后 有所谓的大将军掌权 称为幕府时代 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话形容给你听 什么叫幕府呢? 幕府就是幕后的政府 也就是说呢 天皇没有能力来管理整个国家的政治 而由大将军取而代之 但他们并没有把天皇从他的位置拉下来 他只是在背后操纵整个政治 十七世纪是由哪一个家族来控制着日本的政权呢? 是德川家康、德川幕府来主政 那这时候他们主张的是 驱逐外国的商人和传教士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索国时期 但是索国时期有两个国家的人民呢 是可以来日本的 一个就是荷兰人 所以他开放了长崎港 然后学习兰学 所以所谓的兰学不是兰花哦 他指的是有关荷兰人传来的学问 所以他在这段时间 还是有吸收一些西欧科学革命的一些成果 所以你看底下的一个图 有没有看那上面的人是那种日本的一个打扮 然后呢跟粗岛的荷兰人在使用的那个东西就是望远镜 那十九世纪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不好意思 十九世纪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时期 已经经历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 变得非常的强大 所以这时候他们对亚洲的侵略更是激烈 所以呢 以中国这边就经历了所谓的鸦片战争 那这对日本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哦 日本会看到中国是亚洲第一强 可是还是挡不住外国的力量 英国就打开了中国的整个贸易市场 下面这张图是签订南京条约也就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一个图 你们看到哦那清朝官员的打扮跟西方的人的打扮就完全不一样 长跑马挂 所以呢 日本的有识之士其实这时候就有感受到了 我们要怎么样因应这个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状况呢? 但德川幕府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他是觉得还是不要开港通商的好 所以呢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 整个日本状况的事件就叫做黑船事件 什么叫黑船事件呢? 也就是19世纪中益的时候 美国的船只积极的要开发亚洲的市场 这时候他们就不断在寻找所谓的太平洋西岸的停泊港 那为什么会是19世纪中益? 那之前为什么美国没有想要这一代呢? 并不是美国没有想要这一代 而是在19世纪中益之前 美国所忙的事情是 所谓的从他们的东边的十三中要往西拓 那他整个美国的一个领土都完成之后 他才开始往所谓的太平洋岸去扩张 那1853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代 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培里将军呢 他率领了船舰 驶入了江户港 然后递交了美国的总统国书 要求德川幕府要开港通商 所以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美国的怀将培里 递交美国总统的国书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这个就标示了一个 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后 被迫开港通商 而日本在黑船事件之后 就被美国强迫一定要开港通商 请看这个就是在神奈川的一个条约 1854年签下了这个条约 那接下来又跟其他的列强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你会发现他命运跟清朝有点像哦 所以锁国的状况就结束了 跟清朝一样 清朝的闭关自首也结束了 这时候呢 德川幕府原以享用天皇的名义 来跟外国缔约 这样的话 国内反对的生难看会不会比较小 所以呢 他就破例邀请了天皇来参与议政 那跟诸侯啊 然后重要的那个学者啊 甚至有一部分有名的平民呢 一起来讨论 如何因应这个有关 那个外国势力进来的这个问题 意外的凝聚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黑船事件之后 美国的船只就可以在夏田跟韩馆两个地方通商贸易 所以呢 1858年的英俄法美和又分别又签了通商条约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日本已经是全面是开港通商的一个状况 那这时候的地方诸侯就觉得哎呀我们的幕府大将军实在太逊了太软弱了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尊王攘一的运动 什么是尊王攘一呢 在你的学习历程当中有学过吗 嗯有 没错真棒 在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 也有尊王攘夷 这个王那时候指的是周天子 对不对 那有做到尊王攘夷的是 所谓的齐皇宫跟靖文宫 所以所谓的王就是那时候是周天子 而这时候日本提出尊王攘夷 那个王战就是谁 没有错就是天皇 我们已经学习了黑船事件 接下来我们将在下一个影片 继续探讨明治维新和新帝国主义